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唉,又下雨 好多蚊啊 被你中的一口白,又红又肿又紅 唉,為何蚊不然這麼狠 關他們的哪一道事呢 他們的口 我知道,他們有吞腱 他們可以令我的蚊子有什麼成分在裡面 唉呀,不要那麼好啊 小朋友,我解答一下你的問題 我先問一下蚊的蜜蜜主要有什麼成分 蚊的蜜蜜主要由矮酸、抗型血劑和蛋白質所造成 這是矮酸嗎 蚊酸即是甲酸 由碳、氢、氧所造成 除了可以在蚊裡面找到之外 還可以在蜜蜂的分泌液裡面找到 甲酸會引發非針對性免疫 那什麼是抗型血劑呢 抗型血劑可以叫做薄血軟 可以防止血液的凝固 那蛋白質有什麼用呢 據我的分析 蛋白質可能就是令免疫系統 釋出組織胺的主人 而組織胺會引發我們的炎性反應 導致我們打癡痕和流鼻水的 好 那我可以解一下炎針人的過程 沒問題 首先炎會用它的退液 退液含有甲酸 它會溶解皮膚最表面的角質層 你應該要溶解它 對呀 不熟悉用針刺穿它 因為角質層含水量很低 只有10% 比起其他細胞 會更加堅固 如果炎直接用物理的方法 很大可能會令它受到損害 那溶解了之後 炎會怎樣做 炎會用鋸齒型的口 多次刺入皮膚的表層 用針鼻塵 直至找到微絲血管 那為什麼用鋸齒型的口氣呢 原因有兩個 第一 炎用鋸齒型的口氣 可以縮短它口氣的長度 以及可以擴大傷口的面積 第二 可以減少皮膚對針刺的感覺 炎是否直接吸食血管裡面的血液 炎不是的 因為人的血液裡面有血液 如果炎直接吸食 可能會受到損害 所以炎會多次切割 微絲血管 成熟血池 以便吸食血液 可以再講多些關於蚊的科學 沒有問題 現在是下雨的時候 蚊子淋出來 下雨之後便一散 出來 因為下雨的時候 大部分昆蟲 牠們也會黏上水點 令牠們飛行的時候非常困難 以及用大量的體力 而下雨之後 因為溫度和濕度都適中 牠們便覺得適合活動便出來咬人了 吸食其他動物的血液 而晴天的時候 要看不同地方 而有一個選擇 當蚊遇上一個溫度 比較低 例25度的溫度 而晴天 牠們又不需要受到曝光 的話 蚊子都會大量出來活動 和吸血 所以不一定是 關不樂於事 而光度和蚊 蚊子和很多昆蟲 都有一種叫複眼的東西 牠們都偏愛一種叫弱光 而非一種很不強的光線 如果牠們面對強的光線 牠們會看不到東西 但面對弱光 牠們便可以看到藥 所以可能牠們喜歡陰暗的環境生存 就是這樣 而驅鬼有三個方法 是這三種嗎 第一 我們可以盡食 但有含有維生素B的食物 例如洋蔥、蒜頭 和我們驅吸血鬼的方式差不多 只是沒有十字架 蛤? 你要十字架? 十字架不用了 因為我根本都看不到形狀 我猜而已 蛤? 還有什麼方法? 用一些很有香味的食物 例如茉莉花、薄荷 還有很多有濃烈氣味的 牠們都不喜歡 還有就是穿小色的衣服 剛剛就說過 牠們對光度是很敏感的 牠們只喜歡一些叫弱光而非強光 所以我們穿著弱光的衣服的時候 就會不停地被蚊子 把蚊子放進去 那你說蚊子是吸血的 那會不會吸烏龜的血? 是不會的 因為烏龜屬於冷血動物 牠的血不是熱的 而且牠會出的 而牠的口袋含離都很低 而蚊子就不少 你就不會去針牠們 那不會針蚊子 蚊子這麼大隻有縮肉 就多血 就很棒 對呀 但是因為蚊子的肉非常厚 脂肪層又高 加上牠們居置的環境 深海和一些冷的環境 所以如果你說牠們要去針人的話 那要針蚊子的話 那這樣針會很難的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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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